中國國台辦發新聞稿罵吳釗蟹部長馬詐蒼瑩,院長怎麼看? 這是中國氣急敗壞,自給施隔 國台辦有批評吳釗蟹是蒼瑩跟馬座,就是用比較 因為是他頻頻發表台獨的言論,所以國台辦直接說吳釗蟹就跟蒼瑩一樣 蔡政府如果說要主張台獨,就直接宣布 不需要這樣子每次都用打擦邊球的方式 讓國際上也好,讓兩岸也好陷入不清楚,模糊,或者緊張的一個狀態 我們的國家就是中華民國,這個是千真萬確,而且事實就是這樣 但是外交部你從不主張中華民國,一天到晚打這個台獨的擦邊球 那這個部分是不是請蔡英文應該出來公開說明,尤其10月10號快到了 是我們的國慶日,你到底要慶祝的是哪一國的國慶,也請你講清楚 是真的嗎? 谢谢大家